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立委吴炳锐服务处在今天早上 特别在新庄的富裕福德公 举办了明师辉豪正春联的活动 希望能够让社区民众提前感受到年节的欢乐气氛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立法委员吴炳锐服务处 16号上午在新庄区富裕福德公 邀请明家现场辉豪正春联活动 希望让社区民众提前感受年节欢乐的气氛 举办这个春节春联辉豪 是为了我们现在过年要有过年的气氛 他在我们自己住的这附近的社区 土地公庙举办这个很有意义 让我们的邻居如果想要拿到 我们苏法老师所写的手写春联 就可以来这个地方免费索取 那因为我本人也在这个土地公庙长远参拜 他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 所以特别选在这个地方 拿起我们苏法明家的老师来归豪 让我们民居还有社区的人 可以来这个地方免费拿 那这样过年的时候大家感觉 快要过年的气氛 这个感觉是很好 那我们已经连续举办好几年了 以后也会再继续办下去 今年吴立伟也印制了春联 并发放给民众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同时也说出了他手中所拿的这张春联 写着戊富丰年是个大字是有其含义的 今年我印的春联上面写着戊富民风 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丰足的年 因为过去这两年来 经济都表现不如大家的预期 甚至一般清水族收入都实质倒退 所以我们希望贴上这个春联之后 祈愿能够在马年来的时候 能够大家能够生活环境更加的优渥 然后收入能够增加 书法老师现场辉豪 出声入化的手法令人叹为观止 因此即使不少民众上午8点就来排队 只要能够拿到大师的作品 真的是非常开心 在会场不断涌入民众前来索取 每位书法老师也忙着来撰写吉祥字句 春联要赠送给参与的人士 然而这项活动已经增添了甲午年的快乐气氛 永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